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郑碧莹的戏剧人生 郑碧莹生于1932年2月27日 出于2011年8月15日 在港狗的艺坛之中,我们有三碧 在三碧里,郑碧莹称为细碧 大碧是邓碧云 中碧是梁碧玉 郑碧莹是粤剧花旦 亦是电影演员 她是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 在中学毕业于圣保陆学校 在读书的时候,她主要是读英文和世界历史 这两科的成绩是最好的 郑碧莹在六岁的时候 开始以同声的身份演出粤剧 后来在二十一岁的时候 正式成为粤剧花旦 她是行内首位将粤剧翻译成为英文 来演出的花旦 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间 她曾经演出过一百四十多部电影 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尾至七十年代初 郑碧莹也曾经灌落过很多张粤语时代曲的唱片 她的《银幕储女》作 即是她第一套电影 就是《竹影赵云归》 这套电影是1952年的出品 在这套电影里面她是饰演了五玉琴 而她最后一部电影就是《勞世界要醒目》 这部片是1965年的出品 在这部片里面 郑碧莹是饰演颜素庄这个角色 郑碧莹有个包卿叫做郑重洲 郑重洲是一个著名的画迹师 她在香港的湾仔莊士敦道 曾经开设过一间翠华百货公司 这间百货公司在1964年11月26日开幕 开幕的时候就请到吴君丽 凤凰女、林凤、奇少英、梁醒波和胡锋 来到展彩的 在1968年11月20日 郑碧莹和郑碧莹和邓国宪先生 注册结婚 结婚后去日本导物园 在2010年12月27日 当时将近年近80岁的郑碧莹和她的儿子 去到九龙堂半溪酒家 道货九龙堂半溪酒家 因为租药其满,光荣结业 她就参加了结业的告别晚宴 为何她会参加一个这样的晚宴呢? 原来郑碧莹和她的儿子 她就是这间九龙堂半溪酒家的老茶客 她们几乎每个星期至少有三天 在这间酒家喝早茶和晚饭 她们尤其是喜欢这间酒楼的烤鸡 讲完郑碧莹的家庭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郑碧莹曾经演出过的电影 她一共演出过百多部电影 包括什么呢? 就是1952年 《生包公义审真假光水王》 《足影照云归》 《光水王传》 《财王子巧遇情争》 《新涉丁山三气凡梨花》 接下来在1953年 就有《残花泪》 《蓝忍心》 《作威作福》 《良天来》 《一连一度燕归来》 《五间雕妻》 《假正经》 《秦怀月下再生缘》 接下来在1954年的作品 就有《烟枝泪》 《此指何来问巨妻》 《人望高处》 《万里行尸》 《夜雕秋喜》 《虎命妻逢虎命郎》 《红旋鬼影》 《清庆红鱼》 《非雷影》 《唐百虎点秋香》 《檳城鉴》 《瓶城鉴》 《初遏人母》 《狼心如铁》 《人结人怨》 《苦盡今来》 《黄飞鸢初试无影却》 《不如归》 《蝴蝶夫人》 《炎迪海塘红》 《南海拳王》 《露法冲冠惠红眼》 《黄飞鸿与林世荣》 1954年,鄭碧映有相当多演出 1955年,有《台矫佬养新娘》 《吾造梅人三代好》 《歌唱萝卜救母》 《梓梅心有事中无厌》 《戏王之王》 《春花日日红》 《虎道》 《白蛇转》 《陈世美不应妻》 《望夫山上望夫归》 《梁山百月竹英台》 《黄飞鸿花地抢炮》 《苏小妹三难新郎》 《梁欢与林世荣》 《涉平贵与王宝村》 《十字街头》 《情斗初开》 《春色满西商》 《后窗》 《乞衣太子》 《石林祭塔》 《赵五娘千里尋夫》 《金生涂合》 《黄飞鸿威震四排流》 《丁财两旺喜临门》 《玉葵宝村》 《贵之高藏》 《一九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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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妹招亲》 《乡下女尋夫》 《黄姑嫁何人》 《麻婆尋岸女》 《贾凤王》 《晴曾偷到萧商馆》 《地秀恩缘》 《乾隆王游光蓝》 《真假白金龙》 《黄飞鸿古志救情增》 《慈母仲》 《陈万年再世恩缘》 《穆桂英三琴三仲》 《杨宗宝》 《碧玉针》 《黄飞鸿花艇风云》 《一九五七年》 《穆桂英阳宗宝大破天门阵》 《八仙闹江南》 《南海拳王夜道梅花马》 《金银珠宝到门来》 《十五冠》 《八美气藏丸》 《财星高照》 《两傻流地獄》 《黄飞鸿西关抢新娘》 《一九五八年》 《陈村总三贵水观音》 《九范威藏元》 《两傻流天堂》 《雙昌六文龙》 《龙凤喜迎春》 《一九五九年》 《乖侄》 《一九六零年》 《十大者》 《阿福对错马彪》 《美人计》 《一九六一年》 《警察捉小偷》 《傻人发达》 《孤儿救祖》 《二犬神统》 《一九六二年》 《岳飞出世》 《玉室飞尸》 《春满帝皇家》 《深深相印》 《午夜勾云》 《奇女涉一两》 《文武藏元》 《爭彩奉》 《车底惊云》 《樺素江南七霸天》 《一九六三年》 《点错鸳鸯》 《天智间谍网》 《武潘安》 《猴子兵》 《华山救嫁》 《摩登大琴》 《贾玉朗》 《一九六四年》 《断云剑》上集 《春鸚气凤凰》 《断云剑》下集 《雕蛮女气夫》 《隔离伦舍》 《两家亲》 《一九六五年》 《撈世界要醒目》 《天下苦女心》 《情长易更长》 《一九六六年》 《观世音》 《三伏红鞋耳》 今天和大家分享 鄭碧莹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N频道 下一条片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影视雄星的生平 好,拜拜!